两年多前,美国总统特朗普刚上任不久时,我曾写过一篇文章,指出美国一个与世界各地,尤其发达国家相反的依仗美国的人均寿命在下降。 从2013年的78.94岁,跌至2017年的78.84岁。跌幅好象轻微,但其实事态已非常严重。是1915-1918年以来。 第一次连续下跌三年或以上。而且美国的人均寿命已比发达国家组织OECD的平均短1.5年。 再加上医学进步神速,人均寿命不升反跌,实在奇怪。直谷超级富豪老板追求长生不老。 朱克伯格亦宣布在他女儿有生之年,致力找方法治愈所有疾病的伟大志愿,按照他的说法。 以现金医学进步的速度。每年人均寿命应可延长三个月。未来希望增加至每年延长一年。 在此背景下,美国人平均寿命的连续多年轻微下跌。不只是个统计上的异象。 数字背后,疫症反映一个严重的健康和社会危机。 无独有偶。英国是另一个罕有出现人均寿命下跌的发达国家。 这两个地方先后出现民粹主义的崛起。 相信绝非偶然,美国人均寿命持续下跌。 所以我当时提出一个观点。 如何衡量特朗普当总统的成绩。 不应只看经济和股市表现。 亦须关注能否逆转人均寿命下跌的不良趋势。 美国人平均寿命下跌的原因众多。 包括各种相关的政治、社会和经济问题。 最多人提及的是所谓绝望之死。 主要是教育水平较低。 中低阶层的白种男人。 因为美国制造业的没落。 而变成失业或生活水平下降。 导致濫药、淤酒、暴食吃肥和自杀等健康问题。 他们当然把大部分责任赖在中国。 和墨西哥等其他国家头上。 指控他们以低价劳工。 货币操控。 和各种其他所谓非法手段。 抢走美国人的工作机会。 他们当然不知道自动化的影响力。 比全球一体化更大。 其实美国失业率只有3.5%。 50年来最低。 高科技和很多服务业与医疗护理。 长期人手短缺。 部分问题是不少人不愿承担责任。 松前的没有努力读书。 现在亦拒绝接受再培训。 所以无法提升竞争能力。 政府当然也有重大责任。 分析发现共和与民主党掌管的周分。 有非常巨大差异。 民主党掌管的所谓蓝色周分。 国民平均寿命跟其他发达国家一样。 仍在缓慢上升。 但共和党掌政的红色周分。 平均寿命已停滞不前超过20年。 鸿南州份的平均寿命。 差距竟然高达4年。 而且这现象并不限于东南部的较落后和穷困州份。 德州和佛罗里达州。 在1990年平均寿命高过纽约州。 跟加州差不多。 但自从共和党掌权后。 人均寿命已远远落后于纽约和加州等南式周分。 除人均寿命下跌外。 美国的自杀率也是世界上小有形在上升的国家之一。 从2000年至今。 全球自杀率下跌了29%。 但在美国反而上升了18%。 达到每10万人超过12人自杀的水平。 高于全球平均的10人自杀率。 指仅低于日本和印度的水平。 毫不意外。 自杀率上升得最快的族群正是中年百种男性。 亦即是特朗普的铁粉。 那么特朗普上台近三年。 再纳约。 逆转人均寿命下跌等重大问题上。 有否推行有效政策? 答案是几乎完全无效。 但尚好没有继续恶化。 2018年。 平均寿命继续第5年下跌。 但今年有望终于停止下跌。 去年滥药致死的个案也终回落了约5%。 下跌可能是因为执法稍微较嫌。 中国答应合作。 把分泰尼原料出口仍是化。 也是重要原因之一。 情况有点类似俄国普京上台后。 把烈酒销售控制得教紧和加价。 对减少于酒和自杀问题。 起了很大帮助。 自杀率跌了一半,但仍近全球最高。 人均寿命亦因此大幅反弹。 美国经济似乎很不错。 2017年大幅减企业税。 GDP增长层高达3%。 近日虽已回落至2%不到。 但全民就业。 息口又低。 股市更不断创新高。 特朗普亦经常攻击中国。 可说为他的支持者出气。 国民理应很高兴和满意财队。 但为何自杀率仍然高企不下。 平均寿命亦没有明显反弹。 减税指示向富人输送利益。 原因很简单。 特朗普口中说为中低阶层出头。 帮他们争取利益。 但事实上当然不是真的。 减税指示向富人输送利益。 使贫富悬殊更严重。 股市上升颇强劲。 但普通人感受不到好处。 反而感觉到工资上升速度远远落后。 减税亦没有刺激到企业投资。 制造业已再次步入衰退。 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再次失去医保。 健康受到威胁。 枪械控制当然是个极严重问题。 超过一半自杀是用枪的。 特朗普极需要NRA的支持。 所以当然对枪管赤字不提。 只胡说枪击案是个精神健康问题。 他确是挑起了针对中国的贸易战。 但守当其冲的受害者反而是美国农民。 变成依赖政府补贴。 令他们失去自尊。 心情不抑鬱才怪。 美国政客和传媒。 经常戴着有色眼镜。 把中国妖魔化。 令到很多人对中国产生错误的坏印象。 以为中国人民都活在痛苦的人间恋育。 中国是人口大国且仍在发展中。 当然仍有不少人想移民或甚至偷渡到外国。 但人数已愈来愈少。 早前在英国发生一宗数十名偷渡人蛇。 因缺氧而惨死在一台货柜车内。 传媒的即时反应就是。 这些受难者必定无疑是中国人。 当时很多人包括我以怀疑是否属实。 如果这宗惨案发生在十五年前。 或许我会相信。 但在今日的中国。 有必要冒死跑去英国吗? 结果原来所有受难者都是越南人。 相信再过两年。 连越南人也不再需要如此冒险。 国内的机会多的是。 如果中国人真的活得很不开心。 自杀率应该很高。 更可能如美国般仍在攀升。 人均寿命也应该很短。 甚至仍在下降。 但对不起。 事情的真相是刚刚相反。 在过去近三十年。 随着经济急速发展。 人均寿命不断上升。 现已高达76.9岁。 开始超越中等收入国家水平。 距离美国已不远矣。 更叫人的成绩是自杀率急速下跌。 从20年前的每10万人约12人。 跌至远低于全球平均的7.6人。 另有数据显示少高的9.6人。 可能计算方法有二。 顺带说一句。 香港自杀率也在持续下跌。 但仍高达12。 且年轻学生自杀率有上升趋势。 值得关注。 中国经济急速发展。 提升人均生活水平。 肯定是自杀率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。 另一更重要原因是女性地位的提升。 接受了教育。 有独立谋生能力。 不再需要瓦忍家暴和不开心的家庭生活。 更可迁离充满压益的农村社交环境。 观望城市尋找更自由。 更满意的生活,似乎远离剧毒农药也有帮助。 结果年轻女性自杀率跌了90%。 在过去30年。 因此救回了50万条宝贵性命。 随此。 基本医疗服务愈来愈普及。 包括改善老人家的健康和生活质素。 亦对减低自杀率和提升人均寿命有很大帮助。 中国女性地位提升自杀率大减。 中国人的生活情况当然也绝不是完美的。 跟所有国家的人的生活一样。 也是充满挑战的。 很多人指出中国的坚尼系数已达0.468。 代表贫富悬殊情况严重。 但此数据仍少低于美国的0.49。 更远低于香港的0.539,出事的其中一个主因。 但我认为坚尼系数如知识曲线一样。 仍太固然重要。 但水平和变化速度也非常重要。 中国的贫富悬殊问题或许颇严重。 但过去经济增长快速。 水涨船高。 平均人民的生活也不断改善。 所以整体上不算很不开心。 但当未来经济的基数愈来愈高。 美国又挑起贸易和科技等增端。 再加人口老化的三重压力下。 增长必继续放缓。 到时候面对的考验将更严峻。 行而中国的家庭教育和学校的教育制度也确实不错。 除阅读、数学和科学等实用技能在全球名列前茅外。 明显得育方面也做得很好。 大部分学生的做人态度正面且有爱心。 愿意努力学习和工作。 乐意攜手建设社会的未来。 中国人对政府的信任程度高达76%。 高于所有其他国家。 包括美国和日本等等。 中国人教美国人小怨天游人。 美国仍然非常富强。 很多人充满科技和生意上的创意。 仍是个非常有吸引力的国家。 但部分人民因各种原因而落后了。 加上主要是共和党的自私和冷血政策。 而变成自我放弃或被社会遗忘。 导致许多人间悲剧。 相反中国仍在发展阶段中。 社会制度仍有很多改善的空间。 但国民教务实且愿意为未来更美好生活而努力。 所以他们教小怨天游人。 轻然放弃。 这个社会肯定仍有极大政策甚至体制想的问题。 客观的结论已很清晰。 美国并非天堂。 中国更绝非地狱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需要用于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